避税天堂便贪官地域,本月起公开敏感信息,为打击跨境逃避税9月起中共国家税务总局将与多个国家地区税务主管当局第一次交换信息,今后中共将轻松获得他国,搜集到了特定中国人的金融账户信息,意味着避税天堂将不复存在隐形富人和贪官的海外金融账户,将无处遁形广告。 据中共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日前报道,纳税人通过境外金融机构持有和管理资产,并将收益隐秘在境外金融账户逃避本国纳税义务的现象日趋严重,各国对此进一步加强国际税收信息交换。 2014年7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获得当年20国集团,纪20布里斯班峰会的合准。 为各国加强国际税收合作,在击跨境逃避税提供了便利条件。 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协议,叫做共同申报准则Common Reporting,Standard简称CRS列出,乐要交换的个人和公司财务账户信息,需要报告的金融机构,所涉及的不同类型账户和纳税人,以及金融机构,对相关客户需进行经济调查的程序。 截至2018年8月7日,已有103个国家地区签署相关协议,包括迪拜香港、卢森堡和瑞士等主要金融中心,在内的100多个司法管辖区已经签署了CRS,在2017年9月已经进行了第一次信息交换。 中共国家税务总局2015年12月已签署相关协议,2017年5月9日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禁止调查管理办法,正式发布从2018年9月起国家税务总局将与多个国家地区税务主管当局第一次交换信息, 这意味着中共会搜集非居民信息,去跟非居民所在国分享。 同样的中国税收居民在外面的信息,将来,也会被外面这些国家交换回中共税务总局。 这被认为堪称隐形富人和中共贪官的噩梦今后,在避税天堂离岸公司背后的隐形富人和贪官多数都要见光了。 若是属于在海外有资产的中国税收居民,只要你的财富所在国家的确签署了互换协议,通过交换你的海外金融账户,都将无处遁形,被中共监管部门全部掌握。 而中国富人和贪官一旦被查到在海外的巨额收入,不仅要面临巨额资金来源不明的审查,还可能面临大额的个人所得税补缴。 维基解密几年前已披露,中共高官在世界最大离岸金融中心瑞士银行,大约有5000个账户多是中央级大员。 从中共副总理、银行行长、部长到中央委员,几乎人人都有一个账户。 而且在香港工作过的局一级的官员大部分也都有瑞士银行账户。 前中航副董事长、中营香港前总裁刘金宝玉中曾招供,设在瑞士,专门对口各国中央银行的国际结算银行。 在2005年12月,发现一笔无人认领的20多亿万流美元,这笔钱是江泽民在十六大召开前夕,为自己准备后路而转移到国外去的黑金。 2014年5月6日,瑞士在欧洲财长会议,上签署一项信息交换协议,同意自动向其他国家交出外籍人士账户详细资料。 该举措使全球打击逃漏税,行动有了重大突破,因为瑞士银行管理着全世界三分之一,约为2.2万亿兆美元的离岸资产。 该协议,意味着瑞士银行保密制度走向了终结瑞士将不再势必睡天堂,这不仅让各国逃税的富翁们坠坠不安,也让中共不少贪腐高官们十分惶恐。